这天地狱女业务员又来了 因为上一次去小新家 结果什么都没有卖掉 不过经过不断修炼 如今的她已经脱胎换骨 所以这次有备而来 一定要大卖特卖 随后来到小新家 美牙刚一开门 就被疯狂推销 此时小新正好上完厕所出来救场 随即问她今天要来做什么 女业务员表示今天有新的产品 小新说着自己也有想要的东西 女业务员直夸自己公司有丰富商品阵容 一定可以满足小新的需求 然而小新却想要自动小饼干放进嘴里计 女业务员瞬间被刁难住 小新嫌弃商品不弃权 这时封坚和郑南出来找小新 连封坚妈妈和郑南妈妈也跟着出来 女业务员看到大转的机会来了 表示如果不介意的话 一起听听她介绍产品 可是如果听的话 就会变成不得不买本 就是说 然而女业务员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随即拿出刚上市的平板电脑 好大的手机 不是手机 是平板电脑 哪里不一样呢 女业务员顿时无言以对 赶紧马不停蹄介绍起产品来 听到这个电脑可以用笔来学习 神经大条的小新 直接从屁股后面掏出一只笔 在电脑上画了起来 幸好贴了个保护贴 要不然女业务员就倒霉了 这时郑南也想要试看看 这让女业务员看到了希望 随后郑南玩了一次 觉得很好玩 表示自己很想要一个 不过价格居然需要三万块 然而郑南妈妈居然一口气就答应了下来 因为她自己平时也想学习一下 并提议大家可以一起试看看 封肩妈妈表示平板电脑她家早就有了 不过封肩比较喜欢用手写的方式来学习 因为触控比比较重不方便 女业务员赶紧让封肩试一下 封肩用完后觉得很轻很好写 封肩妈妈瞬间有买的想法 美牙则表示她家买了也持续不了多久 小新反驳到持续不了多久 是美牙的减肥计划 这番话直接改变了郑南妈妈的主意 表示再考虑看看 因为她也只有三分钟热躲了 女业务员直接下棋猛料 平板电脑完全免费 前三个月使用费也免费 现在买的话加赠两个大西瓜 小新表示西瓜她家多的都可以卖了 而且才刚开过西瓜派对 就这样女业务员被拒之门外 又以失败告终